巴黎疗养院平时除了提供一般医疗之外 也提供多元的职能复健模式 让精神病友能够获得最好的复健成效 迎接中秋佳节 巴黎疗养院也特别安排了病友们 动手制作蛋黄酥 透过应景的手作活动 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改面团 包线 烘烤前还要评管 最后刷上蛋液 点芝麻 疗养病人制作蛋黄酥 一条龙式生产 每个人按照能力兴趣拥有不同职位 可能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 比如说它空间感 排列感不好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会用辅具 就是加强它模拟练习 那它在排列的话会比较好 对啊 或是说像那种计算能力不好 因为我们都要算配方嘛 那我们可能会添购 比如说有小数点的计算机 就是那种可以四舍五路的 对 会让它更有成就感 透过红焙直讯 协助病人附健成长 在巴黎疗养院中 附健训练活动还很多 我们有很多的附健的工作坊 还有一些工作队 包括有烘焙 还有园艺 还有拼布 还有陶艺 还有清洁班 所以我们的工作坊是非常多元 那假如说他们的整个附健的路 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的话 就是我们所谓的康复之心 成为康复之心 就有资格担任巴黎疗养院员工 迈入正常就业生活 巴黎疗养院采健进室 协助病人达到生活自立目标 提供给精神病患 一个美好的希望花园 记者沈舟林去巴黎藏不懂